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11月13日 世界聘连正式宣布 2024年日本福岗总决赛名单发生变化 此前已经拿到资格的国拼三大奥运冠军主力 樊振东 马龙 陈梦正式退出 改由杜达 德国 卡尔伯格 瑞典 斯索科斯 罗马尼亚 蒂布 在此之前 樊振东 马龙 陈梦已经多次退出国际比赛 巴黎奥运会结束至今 只有马龙参加了一战WTT中国大满贯赛 如今三人继续高挂免战牌 引发球迷热议 关注拼弹的朋友们都知道 樊振东 马龙 陈梦 是目前现役乒乓球运动员终极有的三位 拿过单打奥运冠军的运动员 其中樊振东是2024年的新科金牌得主 陈梦是2024年2021年的冠军 马龙则是2021年2016年的王者 不过如前所说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以上三位名将长期缺席比赛 其中陈梦完全没有实战 包括国内的全景赛也未参加 樊振东仅报名全景赛团体项目 马龙则是在WTT中国大满贯赛上亮相 在此之前 樊振东 马龙均有表达出推移的想法 陈梦也明确表示不会参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但后来除马龙比较坚定这一念头以外 樊振东 陈梦仍透露出会继续参加比赛的意愿 由于世界排名比较高 所以樊振东 马龙 陈梦早已自动入围总决赛名单 所以许多球迷都认为 他们会选择在年终的总决赛中付出 结果距离比赛开打只有一周之计 三人全部退出 由于三人也未出现在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的国拼名单当中 所以今年大概率是不会参加外战了 巴黎奥运会结束至今 国拼的成绩出现较大波动 其中 亚锦赛创造了近50年来的最差成绩 七项输外战 五项丢冠 两项无援奖牌 WTT蒙比利埃冠军赛也全军覆没 虽然其余几战国际比赛成绩不错 但许多球迷仍然无比怀念 有樊振东 马龙 陈梦阵场的国兵队伍 如今 三位单打奥运冠军继续放弃总决赛 看来国兵的年轻选手们 势必要在新周期尽早承担起队内的重任 期待他们这次能在日本取得好成绩 争取斩获冠军凯旋 WTT福岡年终总决赛即将开幕 但是现在总决赛的具体参赛名单 还没有对外公布 有球迷认为 樊振东 陈梦 马龙 甚至王楚金四人有可能无法同时出战 而日本媒体也透露了一些 他们的球员和国兵交手的故事 在10月举行的阿斯塔纳亚洲锦标赛上 马林率领的国兵女队在女团 女双和女单三项中全部无缘冠军 国兵全队在七个单项中 仅仅拿到男团和混双两个冠军 一时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导致国兵崩溃的开端 就是女团决赛 当时孙应沙已经体能透支 王毅迪不堪大用 陈兴同则是临时替补状态拉垮 最终日本队3比1击败中国队 这是自1974年以后 日本队50年来 首次在有中国参赛的大赛上夺冠 近日 平野梅宇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时隔半个世纪后 再次夺冠的感受 他表示时隔50年 我也吓了一跳 他表示自己在决赛前 被教练询问了打几号位时 自己选择了3号 不愿在前两盘出战 会不会被认为是胆怯的表现呢 平野梅宇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国平一号是孙颖莎 而二号是王毅迪 这两人他都曾赢过一次 因为没有赢过陈兴同选手 所以有想赢一下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反而三号更好 如今看来 平野梅宇反倒是有一种 极油的心态 哪怕是整体实力不如国平 但是他想完成 把国平主力赢一遍的壮举 所以近年来再次崛起 看来心态和目标都发生了变化 而决赛中 张本美和独得两分 平野梅宇也如愿战胜陈兴同 平野梅宇对自己的决定 感到十分正确 我的选择很好 正因为有了获胜的希望 所以我才没有逃避 而陈梦虽然没参加 阿斯塔那亚洲锦标赛 但是在2017年 无锡亚锦赛上 正是他在决赛中失守 才成就了平野梅宇的亚洲女单冠军壮举 后来陈梦还把检讨书贴墙上攻势 堪称是一段黑历史 如今 平野梅宇既完成对东京前半周期的 国平三大主力 丁宁 朱雨林 陈梦的战胜目标后 又在国平新五大主力中赢了其中四人 只剩下王曼玉这个最终目标了 此外 关注平坛的朋友们都知道 近段时间 国平世界排名第一的奥运主力王储钦状态不佳 数次在外战中失利 令不少球迷感到遗憾 此外 由于乒乓球饭圈文化问题 粉丝众多的王储钦也常常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正所谓欲带王冠必成其中 球迷们对王储钦要求较高 进而批评其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但有些批评本身却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范畴 比如 最近网上出现的一个谣言 称王储钦是唯一一个三大赛 没有单打冠军的世界第一 著乒乓球三大赛及奥运会 世锦赛 世界杯 同时也是平常所谓的世界大赛 因此 以上观点有时候 也会等同于王储钦是唯一 没有拿过单打世界冠军的 世界排名第一选手 然而回顾历史 我们便会发现 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首先 历史上就有乒乓球选手 曾排名世界第一 但直至退役 也没有拿过三大赛单打冠军 此处有两个例子 第一位是前国兵主力王涛 他曾在1995年排名世界第一 但职业生涯 却从未拿过三大赛单打冠军 其中 奥运会 世界杯只不银牌 世锦赛只不同牌 不过团体 双打均有世界冠军入账 第二位是前比利时名将赛福 他曾在1994年排名世界第一 但单打世界大赛成绩比王涛更逊色 奥运会没进过四强 世锦赛世界杯均指不亚军 其次 部分名将在首次排名世界第一的时候 也没有拿到单打世界冠军 最典型的例子 是目前乒乓球史上拥有奥运会金牌 世界冠军头衔最多的名将马龙 他首次排名世界第一是在2010年 而首次夺得三大赛单打冠军 则是在2012年的世界杯上 随后又过了两年多时间 才在世锦赛上再次斩获单打金牌 再比如 王立琴在2000年的时候 也曾排名世界第一 然而当年的他连悉尼奥运会的单打资格都拿不到 另一些国外媒体也感到不可思议 而直到2001年 王立琴才终于在世锦赛上斩获单打金牌 此外 王浩2004年曾短暂排名世界第一 而首次加冕三大赛单打冠军 是2007年世界杯的事情 至于许新在2013年1月就排名世界第一 但当年10月才夺得世界杯单打冠军 国外类似的例子也有 比如法国名将葛廷在1992年 就已经排名世界第一 但直到1993年 才勇夺世锦赛单打冠军 综上所述 对于王储钦目前的排名与成绩 得客观进行评价 不可否认王储钦最近的状态非常差 无论原因是什么 输球是客观存在的 但不能因此否定他过去取得的成绩 世界排名的位置不是随随便便都能拿到 王储钦如果没有取得较多国际比赛佳绩 何以能在众多名将中脱颖而出 高居积分榜首呢 派入 翻滚 冠冠冠冠冬